HELLO 大家好 我是彈亮尾光眼睛的長工 畫面上這三副眼鏡 這副大家應該有印象 我前一陣子剛說我配了蔡絲的多焦點 我的第一副多焦點 因為配了這副 以我的習慣 我的實驗精神 又再配了兩副 這兩副都是我以前的舊的框 這副是我之前就是那個什麼 全視線D8袋剛推出的時候 我那這個KYOYAMODO 那我把它換成了 這副就往更高階 這支當時用的是 蔡絲的3C全能數位的 再加上智瑞 然後這個呢 用到了羅敦斯德的前典型 還有FreeFone的一個 就是等級再更高 這個等級可能就是大概 如果以蔡絲換算來講 可能就是 它的一個3D全能數位 再加智瑞的一個等級 大概就大概僅次於 蔡絲的精英型 這個會比這個大概高兩個等級 這個呢就 找了一個台灣廠商 就請他說你們最便宜的多焦點 因為純粹測試 這個這個這個叫做 我們做實驗組跟對照組有沒有 這個叫對照組啊 就我就請他說你們最便宜的多焦點 我就訂了一副來帶看看 我想製造一下說 那種比較便宜的多焦點 帶起來的感覺跟高階的有什麼差別 所以 這兩副的價位大概差了 4倍哦 哈哈哈 OK 其實 實際上真的帶了三個不同等級的多焦點之後 我對我以前多焦點的觀念有一點點的改變了 因為有可能第一個 第一點我要先講的是什麼呢 就是因為我的老挖度數不高 我老挖度數 我家的度數是125度而已 基本上 這兩副哦 是我剛剛我在講就是完全找不到盲區啊 就是說 你在下面我在看鏡的時候 是基本上是完全沒有任何的問題 那這個呢 他剛戴上去第一時間大概 因為有可能我已經習慣多焦點了 像現在現在我為了拍這部影片 我帶回我現在單焦點了 反而覺得看鏡了 我眼鏡有點壓力 OK就是說 大概戴上去大概前20分鐘到半個小時之間吧 我會覺得邊緣 如果我很刻意去看 會覺得稍微好像有一點點 不是那麼的自然 就是如果我眼睛特別故意瞄 下面又瞄外側 大概用到這個部位 去看的話 會覺得有一點點不自然 不至於說不清楚哦 就是覺得看東西那感覺不是那麼的自然 但是大概過了20分鐘30分鐘之後 就沒有感覺了 也就是說 反而禁用的有沒有 這三支我覺得沒有什麼太大的差別哦 我老實講 但是反而最大的差別在哪個在哪邊你知道嗎 兩點 第一點看遠的清晰度 這一點讓我蠻訝異的 但是 這個關於這個我也有跟一些那個什麼 眼鏡公司 就是那個眼鏡公司的 我以前認識的老師傅 還有一些晶片公司的一些主管 我又針對這個問題跟他聊了一下 他們說其實理論上來講 多焦點在看遠的清晰的那個銳利度有沒有 是一定比不上單焦點 這個是以光學理論上來講這個是一定的 當然你越高階 它的眼模的細膩度越高 在這一點可以去做改善 這個是一定的 所以目前這一副 看起來的那種就 就有點回到我以前那種帶那種什麼 如果說今天 因為大家都知道我以前 已經有好幾年就是 基本上都只帶德國晶片了 反正就是蔡絲 羅登斯德 大概這兩個品牌在那邊換來換去 就是我很習慣那種清晰度了 那當然 偶爾我會有那種什麼 就是這支框 它的外型 我很喜歡 那這支框我也知道 其實它不適合我 所以呢 我只是純粹偶爾拿起來戴爽的 各位懂意思嗎 就是說那種 只是純粹偶爾想要戴一下 感受的是這支框 我覺得它外型我很喜歡 但是純粹 我知道這個以我的度數 跟我的情況 我一定戴不住 好 那是硬配的啦 那我可能就是會去用 那個一般的那種 台廠的那種1.67的晶片 就戴起來又有點像那一種 然後又稍微再差一點點 的那種清晰度 好對不對 就是說你還是看得清楚哦 可是就是那種 你看那種線條的銳利度啊 還有那種顏色的對比度 還有那個光影之間的對比有沒有 就是感覺就是差了那麼一點點 這個 這就真的 有還蠻明顯的感覺啦 這是我我目前戴的感覺 那這兩個的差別在於什麼 其實哦 他們兩個之間的差別只差了一個 看東西的自然程度 這說的 這一支我我當時 我這 這是我的第一副多焦點 我戴上去 我就知道哦 原來這就是多焦點 看鏡的什麼各方面 大概稍微習慣了一下 沒什麼太大問題 羅敦斯德的這個 鉛點型 free phone有沒有 我戴上去 真的讓我有眼睛為之一亮的感覺 真的 我還馬上就跟我們夜光師講 因為他還很年輕嘛 他說真的假的 羅敦斯德還在比賽斯這個再更厲害 我說 也有可能是 因為這個鏡片等級又更高 但是 那個一戴上你會發現 就會有眼睛為之一亮 就看那個 尤其看遠的那個清晰度有沒有 我覺得跟我的單焦點 沒什麼太大的差別 而且很自然 還有一個什麼呢 就是如果你頭上下晃動 就是說 你 你就是很快速的切換 遠用 進用 遠用 進用 有沒有 他還會有一點點遲疑 他是 沒什麼遲疑 就是說 我如果 上下 我們眼睛上上下晃動 上面是看遠 是遠用的度數 下面是進用度數 上下晃動 他在對焦會有點遲疑感 他的遲疑感會更嚴重 但是 都是可接受的範圍 但是他就完全幾乎沒有遲疑感 他戴上去就基本上 就真的是 讓我感覺 就是一個 可以把近的看得很輕鬆的單焦 像這樣形容 各位有沒有比較好理解 就是 我真的非常好戴 而且看東西的那種 那種顏色對比 各方面都 讓我很滿意 那我用的是 羅頓式的簽點 然後是FreeFone的簽點 再加上 他變色是變綠色 然後我才特別 現在我都因為多焦點的氣面比較貴 我就沒有再用1.67 我再用1.6 因為這個機面不大 小小的 所以 基本上 以850度來講 這個厚度 其實 也都 也都可接受的範圍內 那 結果反而是 你還記得上次 我配這個透明鏡框的時候 我說我最近 很想要 再找一個透明鏡框 但是結果戴了這個之後有沒有 就 幾乎現在幾乎都戴這一支比較多 反而這兩支就是 我想到的時候戴一下 現在 如果各位來店裡看到 基本上都是戴這一支比較多 因為 這個多焦點真的有很明顯的差別 這個戴起來真的是好很多 所以呢 我還是很喜歡透明 最近很想找透明的鏡框 所以我店裡面也進了不少 但是還沒有找到一支 真的讓我可以很滿意的 因為 我想要再配附羅敦斯的那個多焦 那 看有沒有找得到適合的鏡框 我順便跟大家聊一下 透明鏡框 快要流行了 我 店裡面開始在慢慢增加透明鏡框的分量 有興趣的朋友也可以參考看看 好那就是有關於 這次我帶多焦點之後 反而我 最新的一個體認就是說 以前我的觀念 因為我是 都是聽 一些業界的前輩 就是他們有老花的人跟我講 說其實 如果說你的老花度數很淺 那當然 你在競用的這一塊的銜接上 其實沒什麼太大問題 晶片的等級高或等級低 其實差別不大 但是 我發現 多焦點其實真的沒有 不是純粹遠用競用那個銜接的關 的那個差別 還有就是什麼呢 我們平常看遠的那個自然度 舒適性 還有那一種 整體 我們在看到不對焦距的地方的時候 那種感受性 也會很明顯的好很多 這是我自己目前三副多焦點 帶起來的一個感想 給各位做一下參考 謝謝各位